十一国庆节即将到来 我和我的父辈即将上映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庆线里三部曲 第一部 我和我的祖国 2019年9月30日上映 我和我的祖国是由陈凯歌单日总导演 张一白 管虎 薛小璐 徐征 宁浩 文木野 联合指导 黄博 张义 吴京 杜江 葛优 刘浩然 陈飞宇 宋家领先主演的时代剧情片 在《祖国华大70周年之》 即该篇作为《谢礼》讲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间 普通百姓与共和国息息相关的故事 全篇共分为7个单元 前夜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为保障开国大典国旗顺利升起 电动旗杆设计安装者 林志远 争分 董苗 排除晚南 用一个惊心动魄的未免之夜 确保立国大师万无以失 而护其手 老方等千千万万参与开国大典的工作人员 和人民群众齐心协力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终于保障五星红旗顺利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相遇 1964年由原子弹研发工作保密度极高 同事之间也互不知姓林 在国防科技战线的科研工作者高远 三年为与家人联系 后来因病离港 在公交车上与曾经的恋人方民 在国家大爱与情侣小爱之间 那一代科研工作者纷纷选择了前者 于是人生从此只有相遇没有相聚 夺冠 1984年8月8日 中国女孩在奥运会夺冠 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 而与此同时的上海石库门弄堂 黑白电视机摆在弄堂中间 前排马扎 中间椅子 后面踮起脚尖 邻居们层层敌叠聚在一起 观看那场振奋人心的比赛 房顶的天线 时不时需要有人动手寻找信号 每当中国队得分 欢呼声仿佛能穿破天际 回归 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祖国 为确保五星红旗分秒不差 漂亮在香港上空 升起手猪涛 刻苦训练不懈怠 女港警连姐 静静夜夜守平安 外交官安文斌 与英国人谈判 16轮分秒不让 修表驾华 以精湛的技术确保 中英方代表 与女港警手表精准确对 虽然身份不同的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在7月1日0点0分 准时升起五星红旗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 竭尽全力 只为确保香港回归 一秒不差 北京您好 出租车司机张北京 一万获得了一张 千金难买的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门票 得意洋洋的张北京 开启显悲模式 却没有想到 因为这张门票 他遭遇了一系列 啼小皆非的风波 在炫耀一圈后 他遇见了 吃着杀骑马 坐出租车的四川男孩 男孩不知人情事故 悄悄八百元钱 换走了张北京的 奥运会开幕式门票 白昼流星 迷茫落魄的一对 少年流浪兄弟 沃德勒与哈扎布 在遇到退休扶贫版 主任劳李之后 他们的生活悄然发生了变化 在劳李善业的阴导下 他们见证了 神舟十一号飞船 成功着陆 这一重大历史瞬间 也见到了草原预言中的 白昼流星 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和洗礼 护航 吕孝然作为 中国空间飞行队中 最优秀的女飞行员 在2015年9月30日 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阅兵史之前 她却被一百通知 撤出阅兵编排 刘佐替补 当一架架战斗机 滑行飞起 剑指长空临近检阅 作为被飞的吕孝然 在见证了这一荣耀时刻的同时 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据悉 在该片的创作上 确定了该片最本质的东西 而且全片没有想象中的说脚本 反而是用一个个小故事 反出了祖国的发展与强盛 既煽情又高燃 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自然共情 第二部 《我和我的家乡》 2020年10月1日上映 《我和我的家乡》 是由张一谋担任总监制 您好担任总导演 张一白担任总策划 您好徐征 陈思诚 颜飞 和彭大摩 邓超和于白梅 分别指导的单元形式戏剧片 该片通过了五个故事单元 讲述了发生在中国东南西北中 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 《北京好人》 张北京续集 镜头对准了北京漂泊的一项人 从北京你好到北京好人 张北京制定奥运纪念帽 始终没有摘下 去年还盼着在奥运开幕式上 张一谋能够给咱扫个镜头 如今竟潇洒放话 没接张一谋拍戏邀约 天上掉下个UFO 中秋之夜 贵州前南的阿福村 惊险神秘UFO 距离中国天眼只有15公里 上大街轰动全村 爆炸性新闻 甚至惊动了北京的记者 在近科学节目组的记者 老唐和小秦 深入村中调查 除此之外 会将加入UFO调查队伍的 还有科学家董科学 村长王守正和商人王初奇 热烈欢迎了三人的到来 然而在调查过程中 几人又似乎各怀鬼胎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事件中的关键性人物 外表木讷内心狂野的农民 发明家黄大宝 以惊喜现身 最后一刻 伴随同国际长途电话打来 旺西村全村陷入了忙碌之中 为参照老照片 恢复出1992年的一堂课 全体村民齐心洗礼 甚至慕拟怀了当年那场飘泼大雨 茂蝶老人为何突然重返指教乡村 旺西村全体村民要帮老贩解决的 又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 回乡之路 故事发生在陕西的茅乌宿沙漠 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沙漠 如今已经是绿树葱葱 沙地苹果经销章 乔树林帮助家乡 致富寻找买家 并遭到了电商红人严肥燕的嫌弃 两人因回母校参加孝庆 而被迫共同踏上回乡之路 一路波折不断摩擦不停 神笔马亮 出生在东北山村的马亮感慨 很多村子都老了 年轻人都走光了 希望自己能为家乡做点事情 所以他放弃了去重点美术学校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为了不让妻子秋霞发现 他不仅自己要乔装打扮 甚至还发动全村人 共同上演了一场大戏 相比起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家乡 切入点似乎更小 却也更接地气 在每个小人物身上 都有着人民群众的真实缩影 一小见大的同时 又将笑点和泪点完美的融合在里面 第三步 我和我的父辈定于2021年10月1日上映 该片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 和新时代作为历史坐标 通过国语家的视角 描写了几代父辈的奋斗经历 讲述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 在线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 据悉 该片由吴京张子怡 徐征 沈唐四人联合指导 分别为鸭先知 诗 乘风等故事单元 祖国以时间为序 家乡以空间为轴 此次父辈则以世代为章 聚焦于不同时代下的不同家庭 以亲情为窃口 讲述了父母对于子女的爱与启蒙 好了 今天的人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